打破金氏世界紀錄就是她 她是在高雄那一位26歲的男子 名字叫做曾英琪 她罹患了肌肉萎縮症 但是通常患了這個病症 是活不過20歲的 但是曾英琪就這樣打破了紀錄 靠著永不放棄的決心 奮鬥現在還寫成了書 還要把所有版稅通通捐出來 這是曾英琪過去在大學唸書的前行 坐著電動輪椅的她 不因為自己行動不變而自卑 跟同學的互動和正常人都一樣 在全世界的醫療史上 得到這種肌尾症的患者 最多只能活到20歲 但英琪破了世界紀錄 同學為了她拍了這一部紀錄片 其中最讓人感動的 就是曾爸爸從兒子發病以來 從劍段每天三小時幫她 辛苦按摩 現在英琪26歲了 她熱愛生命的故事獲得肯定 獲得周大觀文教基金會 頒發的熱愛生命獎章 她自己把奮鬥過程寫成了書 捐出百歲 就是要大家不能隨便放棄生命 只要心中有愛 就行動就會沒有什麼障礙 沒有什麼是做不到的 希望她能夠把她的生命的價值去傳達 愛的借歷賽這樣子 頒獎台上引起風光 曾爸爸留下感動的淚水 下來舞台曾爸爸還要陪英琪再走下去 讓每一天的生命都能夠發光發熱 東日新聞林晨阳高雄報導 雖然天氣減減回溫暖還是要停